字幕志愿者 大家好 歡迎來到一個人的遊戲 今天也是一個人發握風 2023年大23週 今期的一個人發握風 我就想分享我玩了半個月的 撒爾達傳說 王國之離的一些感想 乾脆就兩個節目做成一期 所以乾脆做了一期一個人的遊戲 王國之旅在三天裡面 大賣了一千萬份 甚至乎其實已經奪得了 烈丁多有史以來賣得最快的王座 然而我身邊還有不少朋友不知道這款遊戲 說真的你可以不玩這款遊戲 但你不應該不知道它的存在 就好像很多人追劇 其實是為了在朋友圈聊天的時候 朋友聊起哪部劇的時候 自己因為有看過就可以搭雙兩嘴 同樣地 Selda這個系列 Breath of the Wild 抗野知識和王國之類的系列 你不需要玩 但你必須其實應該知道 它是一款遊戲 如果你是身邊有很多玩家 話說在五年前 我就是無意間看了平民遊戲工作室的頻道的視頻 講關於薩爾達傳說抗野知識的影片之後 就成為了薩爾達抗野知識的粉絲 這裡要強調的是薩爾達抗野知識的粉絲 而不是薩爾達傳說系列的粉絲 因為我從來就不是薩爾達這個IP的忠實粉絲 所以今天這條影片 我也希望可以透過這條影片 推身邊的朋友入坑 那我五年前入坑 就是因為平民遊戲工作室推我入坑 那今天我就希望透過我的這條影片 去推身邊的朋友入坑 大家可能不知道我有多麼瘋狂 抗野知識是Nintendo Switch獨佔的遊戲 而那時候的我根本沒有打算買SUSH 因為其實我不是一個遊戲 但是它又獨佔 那怎麼辦呢 我總不可以為了一款遊戲而買一個SUSH 因為那時候的SUSH差不多一千多元 那買一千多元的SUSH回來真的不知道怎麼算好的 那幸好的是那時候公司就有一部SUSH 我們公司有Gamerome 有沙發 有2櫃圈 還有一部SUSH 還有一部SUSH 那那部SUSH是我們分享一下所有人可以玩 在晚上晚上晚上的SUSH 我們會在那裡做一些Mario Kart遊戲 晚上有時候會做一些Mario Kart遊戲 有時候會做一些Mario Kart遊戲 有時候會做一些Mario Kart遊戲 所以大家玩一下 那我看中了那部SUSH 平時不是24小時都有人在玩 所以有機會可以自己霸字來搞 所以於是乎呢 那我就 注冊了一個電子account 那我就買了電子版的 抗野知識 就在公司裡面 沒有人沒有東西的奮戰 就是這樣我在公司裡面 就打到了抗野知識的摩王 所以 所以 你可以看到那段日子 我真的 在公司多過在家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那可能你會問 那麼五年後的今天 我是不是已經買了SUSH呢 那說真的 如果不是因為朋友 剛好有一部SUSH放置在那裡 可以借我呢 我很有可能真的會買一部的 那朋友兩口子呢 為了搞Animal Crossing 那就一人買了一部 那就一起玩吧 那在Animal Crossing 退銷之後呢 那兩部SUSH都跟著凍了下來 放在一邊 那他就把一部SUSH留置去看門口 所以就問朋友 誰要借他那部SUSH 那我剛好就知道 王國之旅就即將發售 那發售日期已經有了 趁機就說 那你借我啦 你借我 SUSH了 反正你擺字沒有用 所以到現在我都還沒有擁有自己的SUSH 我都還在用別人的SUSH來玩 那遊戲是我自己出錢買 但是 所以 我的帳戶裡面有 遊戲 有不少大軸 但是沒有機器的 那如果你看完這部 這部影片 你想買一部SUSH來搞 這個SUSH的系列 其實 現在有 我在Mid Valley 就看到一些二手的機器 有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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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問我 800元 真的不是一個很吸引的 價錢 但是 我覺得可以再進一步 按下去的價錢 所以 如果你有興趣 真的可以用一個 相當不錯的價錢入手 這部機器 來玩 這個 抗野知識 或者旺角之類 由於這部影片 是為了完全 不懂得殺熱達傳說的朋友 而做的 所以我想從頭開始 畢竟那些已經知道的人 根本不需要我去介紹 他們自己會去網上找資料 而我 最主要是 想針對那些 不知道這個遊戲的朋友 而做的 而且 旺角之類 是抗野知識的續集 所以兩者之間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那 我 Rollback 五年前 去介紹 去介紹五年前的 抗野知識 其實都差不多 等同於介紹了 差不多 等於介紹了 王國之類 所以我會 在Rollback五年前 從頭 說起 首先要說的是 抗野知識 就是Breath of the Wild 有多厲害 在2017年的3月 總共賣出了九百零六千部的SWISH 同一時間 抗野知識在這個月內 是賣了九千二百五十部的SWISH SWISH 賣了九百零六部 但是 抗野知識就賣了九百二十五部 五分 當然 這個不等同於所有買SWISH的人都賣了抗野知識 但是 我可以很肯定的是 這段時間 抗野知識對SWISH的銷量是有很大的貢獻 SWISH是2017年1月開始發售 截至2017年3月 即是抗野知識的八個月 即是三個月後 SWISH在2017年1月開始發售 截至2017年3月 三個月後 SWISH的總銷量是二百七十四萬套 2.7 二百七十四萬套 而抗野知識呢 是賣了二百七十六萬套 即是說 你 幾乎可以肯定是 當時每一部SWISH 都有一部 有一個特別的抗野知識 在旁邊 也就是電子版 或者是實體版 也好 當然有一份 在旁邊 所以你可以想到 還有 還有 二萬套 抗野知識 是 是 打了 即是 因為其實當時抗野知識 都有出什麼 collection 版本 那些東西 所以 重複買的人 是有可能的 所以 你可以看到 就算 你只有2.74 million 部機 但是 你有2.76 million 抗野知識 那就多了 0.02 million 即是差不多 二萬 二萬個 是 大 賣了 所以你可以想到 那時候 是 幾 這麼 歡迎 OK 那 那 而 在 你可能還想像不到 抗野知識的成就 那 在2017年3月 是 是 發行之後的三個月 那 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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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 全 帝 全 全 它從南京到三個月以來是佔了超過一半以上的銷量 你賣出了5.46個Million 但抗野知識就賣了2.76個Million 是超過一半以上的銷量 所以單單抗野知識一個遊戲就已經撐起了Sooge的半邊線 你可以看到是多麼厲害的一部遊戲 薩爾達傳說抗野知識的核心是Action RPG 有血條 有武器加強攻擊 有護甲減輕傷害 同時你需要操控你的主角去戰鬥 就不是那種傳統的RPG 如果你斬我一刀 我斬你一刀 你斬完對方就等對方斬你 對方斬完你就等你斬回去 這樣的傳統RPG就不是的 如果你玩得好的話 對方是可以連武器都沒有拔出來 你就搞定了它 所以這個就是Action RPG的得點 節奏比較快 而在薩爾達傳說抗野知識裡面 Action就不只是為了殺敵 Action是佔置了整個遊戲裡面幾乎99% 所有東西都要靠Action去完成 Action不是你的手去推你的手制那種Action 而是角色在遊戲裡面的Action 是佔了很大的比重 除了新手村有活動區域的限制之外 抗野知識是一個完全開放的遊戲 只要在遊戲一開始 除了在新手村學習了技能的運用 以及遊戲的機制之外 遊戲就會扔你下去這個自由開放的世界 讓你自由地探索這個尿闊的世界 雖然說你可以開始自由活動 但是這個時候你的地圖 遊戲裡面的地圖是七黑一片的 是七黑一片 對啦 這個遊戲的地圖是需要靠玩家 一步一腳印去畫出來的 這個時候你可能會覺得 這樣就很徬徨了 因為真的沒有任何提示 新手村的長老說 下去吧 你就去發掘 一腳就引你下去 叫你去發掘這個新世界 但是就沒有說你應該去哪裡 但是這個遊戲的製作團隊 厲害的地方就是 他們雖然沒有明確地指示你應該去哪裡 但是他在遊戲裡面放了很多東西 用了很多不同的方式去引導玩家 應該去哪裡 或者做什麼 但是你就會經常看到這些很高的處 正所謂登高望遠 這個時候你會不會想 爬上去這些高塔看一看呢 如果看到這些高塔你還是沒有想爬上去的話 我猜這個遊戲就真的不適合你了 而當你爬上這些高塔的時候 你就可以開啟地圖的部分區域 而當時我玩抗野知識的時候 就是先跑完這些療網台 跟著開啟地圖上所有的區域 才慢慢探索遊戲的內容 因為這些療網台也充當了傳送點的功能 所以日後要跑任務 可以直接傳送 用這些傳送點來縮短你跑圖的時間 這條網台除了讓玩家從高處尋找下自己下一個目的地之外 也都幫助玩家節省時間和解決難題 而它特別之處是 你雖然是開了一些地圖 你知道的地形是怎樣的 但是你其實地圖是沒有標示 那個地方叫什麼名字 那個是什麼村 那裡有什麼東西 那裡有店頭 還是有逆站 是沒有標示出來的 你是要真真正正的走到那個地方 你才會知道 原來那個區叫什麼谷 那個地方叫什麼山峽 叫什麼湖 叫什麼河 如果那些湖河有名 你要走到你才會知道 單單在這個大地圖 如果你沒有走過的話 你是不會知道它叫什麼 所以你是開大了地圖 但是你始終都是要親身去一堂 你才可以知道那個地方叫什麼 那譬如你的目的地 比一座大山 那你除了跑遠一點 你還可以兜過這個山之外 那過往的蠟蜘蛛 其實就是用山來阻擋你 要你去一個地方 其實就好像一個圍蘭 將你維持 逼你去某個地方 但是在抗野知識裡面 一個大山 你當然可以用舊的方法 就是 繞過去 但是你是可以直接用爬的方式 爬過去的 是阻擋不到你 只要你能力救 你可以爬上去 當然如果它非常靠近鳥王台 剛才我說過 鳥王台相當高 其實你可以 在鳥王台跳下來 然後用滑上線 直接滑上傘 直接飛過這座傘 當然要看的傘有多高 還有多寬闊 但是你是可以 飛過去 也就是說 一座大山在你面前 你有很多選擇 你可以爬過去 你可以兜過去 甚至你可以在上高飛過去 這個就是 抗野知識的一個自由度的體現 你可以用這個 滑上鏟這樣飛過去 由於我是不擅長Action RPG的戰鬥 所以我會盡量避開怪物 但是有時候 寶箱在怪物的巢穴裡面 你想要打開這些寶箱 衝突就在所難免 那我可以做什麼呢 為了在開戰前 先削弱了敵人 我會經常選擇空閘 就在附近的高處 飛下來 跟著半空中頂粒 炸彈下來 再在空中亂箭掃射 盡量在我到達 著陸之前 將敵人的 石壁削減到最低為止 所以我經常都是往上爬 再跳下來 往上爬再跳下來 當然 更加 有時候有些情形是可以直接飛下去 寶箱拿走 就走 都可以 因為你有傳送點 所以 你 打不過又可以用傳送點走 當然同一時候 你可以 辣了寶物 就走 都可以 都可以 單單靠 這麼少 你看到這裏整個 瞭亡台 單單靠 你不要看它好像很近 其實你自己跑 在地台上跑 是真的要跑很遠的 所以 單單靠瞭亡台 來吸引玩家到處跑 其實是不太可能的 因為他們之間的距離相當之遠 為了讓玩家在前往下的瞭亡台 的途中 不會覺得很悶 不會覺得很悶 遊戲製作團隊 就在地圖中放置了很多 像這樣的神社 這些神社 而這些神社本身是一個傳送點 所以 只要把神社的傳送功能激活之後 日後 想去到地圖的任何角落 就更加方便 因為 神社的數目 是有150多隻的 而你瞭亡台 它只有20隻不到 所以 這些 神社通常 沒有瞭亡台那麼高 但它都是幫助你 縮短你跑套的時間 那薩爾達傳說 而薩爾達系列的傳統 是有不迷宮的 讓玩家挑戰 然後在迷宮中 打敗 裡面的頭目 就會得到能力的成長 通常就是一些加血量 或者得到額外的技能 當然 抗野知識也承繼了這個傳統 為了不讓大家 為了不讓玩家覺得激活神社 都只是激活了多個傳送點 遊戲製作全隊 巧妙地把偽工融合到神社裡面 過往薩爾達 過往的作品 薩爾達的迷宮 都是很大的 通關的時間很長 所以一個作品裡面 不會有很多迷宮 而這個遊戲時間 碎片化的年代 大部分玩家 其實已經不能像 以前那樣 碎碎片片 就長時間 浪費一兩個小時 或者半天的時間 在遊戲裏面 尤其是 以前的那些 薩爾達粉絲 今時今日已經長大成人 分分鐘都在做工 所以他們的時間 已經不可能像以前 讀書一樣 將半天 甚至乎一個星期間 花在大迷宮裡面 而大迷宮的缺點 就是必須浪費很多時間 很長的時間 去通關 如果你不一次過通關 那你 在迷宮裡面 玩多半 你停下來 那你明天 或者多幾天 才再接下去玩 你就很可能 忘記了自己 在迷宮 哪一個地方 對吧 那你又要浪費多一點時間 重新去 迫迫你的進度 而抗野知識 就隨著 時代的改變 都做出了相應的改動 那這些神社裡面 不再是迷宮 基本上不算是迷宮 而是一些迷體的挑戰 這些迷體的挑戰 就要你利用 你對你手上的技能 遊戲機制的了解 來解謎 這些迷體 通常是5至30分鐘裡面 可以解開的 也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有 一個短暫的空檔 你要坐巴士 半個小時 你坐地鐵半個小時 你就可以打開 一個抗野知識 因為是Shish 你可以打開 抗野知識 走進去一個神社 因為 走進去一個神社解謎 解完謎之後 就可以刪機 繼續去看你需要的事情 由於 神社本身就是一個傳送點 所以當你發現了一座新的神社的時候 其實你是不需要立刻走進去解謎 你可以繼續 激活了 傳送功能之後 你就可以繼續你想做的事情 然後 你可以趁這些空檔 我記得昨天 或是大前天 我激活了 我找到一個神社 我現在走回去解谎 這個問題 是可以的 所以 你只需要每天15分鐘 半個小時 你玩一下 你可以放下 然後你過後再回來 都可以 其實 就不會 發生以前那種 你 在迷宮 搞到一半 你停遊戲 你回到 你又忘記了 你做什麼 那麼 抗野知識 就 很大 為了玩家的著想 而作出了這種改變 在神社裡面 是會有賭傷的 只要通過神社的謎題挑戰 玩家就會獲得一顆靈魂球 Spirit of is 每一個神社 只要你完成了 你都會得到的東西 那麼這個Spirit of is 什麼東西來的呢 每四顆靈魂球 就可以換取 一顆血 或者一顆耐力 Stamina 我國際的設計是很好的 可以讓玩家自己依據自己的玩法去做調整 在遊戲的前期 我的玩法最主要任務是擴展地圖 所以經常要攀山越嶺 那麼這個時候 耐力對我來說就很重要了 因為爬山啊 滑翔啊 都需要靠的是耐力 你耐力越高 你爬山就越高 我可以滑上的距離也越遠 所以 耐力對我來說就很重要了 所以我得到靈魂球都是用來增加耐力 這個時候 血量對我來說 就一點都不重要 因為我都是盡量比開怪物 但是 我跟身邊的朋友聊過 我朋友就不是這樣玩法 因為他是 掃賴 魂系的玩家 所以 他只要看到怪物 就不管三七二十一 衝上去 打就對了 如果是這樣 血槽對他們來說就相當重要了 這個世界呢 魚與紅掌是不能兼得 在遊戲裡面都是一樣的 由於靈魂球的數量是有限 那就不足以 讓你的血槽和耐力槽同一時候加到最大 也就是不可以把你的HP和你的Stamina加到最大 你叫得最大血或者最大耐力 所以玩家就要自行考量 是要最多耐力 還是最大的血量 而同一時候 遊戲製作團隊又怕玩家做錯決定 所以在遊戲裡面 是有方法 讓玩家選擇把血槽變成耐力 或者把耐力變成血槽 基本上花錢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增加了遊戲的彈性 玩家可以在遊戲前期 就把耐力最大化 然後到打大魔王之前 就把耐力變成血量 這個是其中一個打法 於是在遊戲前期 廖望台和神社 就擔起了 令到抗野知識玩家疲於奔波的大棋 就是你要走來走去 就靠這個 瞭望台和神社 地圖的設計 是抗野知識的一大賣點 也是可以成為神作的其中一個原因 這麼大的一個開放世界 百多個神社和瞭望台 其實真的填滿 所以遊戲製作團隊 浪費了很多心思 在地圖上加了很多考試 令到玩家在冒險的旅途中 不會覺得悶 甚至乎有時候讓玩家流連忘返 當你在地圖上看到一圈石頭 一圈石頭 但你明顯看到這裡是差了一顆的 那你會怎樣做呢? 又或者有一團火光有規律地 圍著一些東西飛 圍著樹、石頭飛圈 那你又會怎樣做呢? 有一堆浮平 抱歉 浮平 圍成這樣一圈 是不是很不自然呢? 這麼不自然 其實是不是有些東西呢? 看到這樣排列整齊的方法 你會不會想走近去看看 是什麼回事呢? 遊戲製作團隊 為了不讓抗野知識 一個這麼大的開放世界 只是一個虛有企表的空殼 他在地圖上放置了很多 這些靈人想探索究竟的元素 而這些探索的元素總是會有點激勵 於是玩家在入面右擋的時候 總是會覺得有人在遠處說 這裡有東西看啊 不買都過來看看啊 這種感覺 因此很多時候玩家 原本只是想打算從A點到B點 結果因為這些特別的景象 又導致原本5分鐘的路程 變成30分鐘 抗野知識地圖設計的概念 單單設計概念 地圖設計的概念 已經足以成為一門學科 是所有開放世界遊戲 開發者必修的科目 因為你會弄過很多所謂的開放式地圖 但是地圖是空洛洛洛洛洛 除了標誌的重要地點之外 其實其他的地方都是擺靈的 擺座山給你看看,原來那座山很漂亮 或者擺瀑布向那裏 有瀑布看又很漂亮 但是抗野知識不是這樣的 山可能上高最高點有些東西 瀑布的後面可能有個洞 洞裡面可能有些東西 所以它不會單是 當然也不是說瀑布後面一定有東西 但是如果你發現一個瀑布後面有個山洞 那你見到下一個瀑布 你又會不會想想去探索一下呢? 所以整個地圖裡面有很多這些東西 就是吸引著你,叫你不務正業的 當然啦,單單地圖設計 就是不足以讓抗野知識清神的 以前的RPG只要得到最強的武器 就可以一路殺到大魔王面前 而在抗野知識裡面 這個思維是行不通的 因為武器、盾牌、弓 用來射箭的弓 其實都是有耐溶度的 用多了就會壞了 而壞了之餘是沒辦法收復的 那你好像在鏡頭中 把你把劍打爛了之後 你就只可以再找其他 重新再找個武器利用 因此玩家其實是必須謹慎地 使用你手中的武器 因為它有 你同時可以帶幾把武器 在身上 所以你起中情形的話 你就不要用牛刀去劏雞了 拿到強的武器就留著你 對付那些皮厚肉粗的敵人 那些BOSS 而面對那些小怪 就用一些瑞士可得的武器來打就算了 不要用稀有的寶劍去殺一隻小怪 因為武器的內容是計 但是你使用的次數就不理你是打勁人 還是打小怪 那個是沒有分別 只要你用一把就是少一把 那 除了你去撿武器之外 你四周在地上撿武器 或者寶箱裡面撿武器之外 在抗野知識裡面 我們是可以把敵人的武器打下來的 這樣做的好處是當敵人失去了武器之後呢 他只能到處去找武器 或者就在地上撿石仔來扔你 這樣就可以把敵人的攻擊力減到最低了 同時我們也不用太擔心沒有武器好用 因為只要把對方的武器擊落 我們就可以拿來扔回頭打敵人 這個設定在當時來說是相當創新 而且相當合乎邏輯的 對不對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把敵人的武器奪過來自己用呢 畢竟在我們珍食世界裡面 我們就有一門叫做空手奪白人的功夫嘛 對嗎 所以 拿對方的武器來打對方 其實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而 遊戲真的做得很好的 是你會看到那些敵人 真的會 如果 你撿了他的武器之後 而他附近的 遠處有一個武器去忙 他真的會 踢下你自己走過去 去拿那個武器 那你跟著後面 你就可以 偷襲他 那 如果他忙著忙著 找不到武器 他真的會在地上撿石頭 石仔來釘你 所以 做得真的 很細緻的 那些敵人的反應 都是很細緻的 講到武器 就不可以不講武器的屬性 在一般的RPG 武器的屬性 就只是增加了對雙刻屬性的敵人的攻擊力 比如說你拿兵來打火的攻擊力就比較少 你拿火來打木 你又厲害一點 諸如此類的雙刻屬性 而在抗意識色裡面 除了增加攻擊力之外 還有對雙刻屬性的一擊必殺 你拿兵來打火的話 是一擊必殺 除了這樣之外 這些屬性武器 其實還有自己的物理屬性 什麼意思呢 就是譬如說 如果你用一個兵屬性去攻擊敵人 其實敵人是會冰凍起來的 好像冰了起來 不能動 一段時間裡面不能動 不僅如此 你如果裝備了一個兵屬性的武器 那你走起那些好熱的天氣 就不會怕受到傷害 是的 在抗野知識裡面 如果你走起沙漠裡面 而你沒有相對應的服裝 你可以因為過熱而受到傷害 同樣地 如果你走到冰天雪地 你沒有凍衫 你又會被凍傷 你又會扣血 所以屬性這件事 是不僅是打架用的 你可以善於利用 譬如說 用兵就可以把敵人兵起來 不能動 這樣 或者 你裝備了兵屬性的武器 就可以走起大熱天裡面 大搖大擺地走 而火屬性的武器 就會讓對方燃燒一段時間 造成持續性的傷害 所以你可以看到火一打下去 他除了燃燒火之外 火還會燃燒一段日子 甚至乎 一些比較弱的敵人 會很辛苦地 不會對你作任何反應 而是 祈禱撲滅自己身上的火 他們真的很真實 火屬性的武器 不僅是可以殺敵 其實還可以用火 如果你用火屬性的武器 掃木柴或火堆 其實就會令他著火 同樣地 你裝備了火屬性的武器 你就不需要怕寒冷的天氣 而雷屬性就是會令人的武器 和盾牌跌落地 最特別的一點是 由於水是會傳電的 所以你在雨天 或者你想一個辦法 你把你一群的敵人弄濕了 你的雷屬性武器 就可以一次過對這群人造成傷害 由此可見 抗野知識的製作團隊 就不是想只是 做出一個一般的RPG 而是可以一個 運用物理上色的RPG 武器有物理屬性 當然要跟上 所以抗野知識裡面 是有完全防止兵 或者防火的防具 你只要把整套防具升級 那它一套防具 包括一個頭部的東西 可以是頭盔 戴在頭上的東西 身上一件衣服 還有下半身的一條褲 三件衣服 就為之一套 那你把這整套東西升兩級 那你就可以完全無視 就是一般怪物的屬性攻擊 比如說 你 穿紫劍防冰衣服的時候 升兩級的話 那對方 出兵魔法 原本你是會冰凍的 但是 是完全連傷害都沒有 同樣地 如果你穿紫劍防火衣服 升了兩級 那對方的火 是完全傷你不到 對你沒有影響 而升兩級的橡膠防具 除了可以完全防雷之外 其實還可以當武器運用 在抗野知識裡面 天氣是會改變的 基本上有晴天 雨天 以及雷伊天 而雷伊天是真的會打雷 如果這個時候 玩家在空曠的地方 而身上裝備了一些鐵製的武器 或者盾牌 或者弓 射箭的弓 是很有可能會被雷劈的 由於 橡膠防具可以完全承受雷劈 而不受到任何傷害 所以我們可以趁雷雨天 穿著這個橡膠防具 然後帶著一把鐵劍在身邊 然後衝進敵人的大本營 只要一劈雷 就可以把大部分的敵人送上西天 就算不死 距離棺材不遠 所以在抗野知識裡面 不一定要靠萬力 你善用周圍的環境 和了解敵人的弱點 其實都可以輕鬆制敵 這個也是抗野知識的特點之一 同樣的敵人 不同的玩家 會有不同的攻擊方式 我好像用偷襲 我的朋友就是 一把衝進去就是了 不管三七一 為了不想玩家在遊戲中 承受珠本子的打擊 所以錢在遊戲中是很不重要的 因為武器、防具、盾牌、弓、箭 都可以透過打怪 開補箱 而在遊戲中最常見的藥水 是不會出現在商店裡面的 在抗野知識裡面 食物就取代了藥水 食物的種類有很多 他們有恢復血的 恢復體力 抵禦寒冷 抗熱、放雷、靜音 令到你走起來沒那麼吵 或者可以加速等等 這些食物是有機會在NPC裡面得到的 不過最主要的 其實都是要靠玩家自己 收集原料然後去煮出來 而怎樣煮那些菜 你又要靠自己發掘了 而這些海報呢 其實是會在遊戲裡面的逆斬 貼住的 那你也有機會去看一看 那你就知道怎樣煮 NPC有時候都會跟你說怎樣煮 所以都是要靠自己去收集原料 是買不到的 有錢都買不到的東西 那一開始我說過 這個Action RPG的Action 真的佔了很重要的角色 那除了戰鬥之外 我們還要自己親身去攀山蝕水 而需要Action的都還不止這些 譬如說 這裡的料理 你要用海拉露米 那我們可以跟雙人賣到 但是生肉 你就必須去裂殺那些野生動物 遊戲裡面有些鹿、狼 那你裂殺他們 你就會得到這個肉 那蜂巢 你都會看到的 你就要在遠處裡面 將蜂巢射下來 等蜜蜂走了你才能走近 不然蜜蜂真的會攻擊你 所以這些全部都要你的Action 去得到的 就不像那些比較傳統 或者一些比較舊的PG 你叫得開寶箱 或者靠近去按一個按鈕 就拿到 這些都不是的 你真的要裂殺他們 然後去射個蜂蜜 就要注意此類 那譬如這個防寒的藥水 你就要捉蝴蝶 你真的要知道那個蝴蝶在哪裡 然後你靜靜地走過去 不然你衝得太快 它會嚇跑 這個防寒的藥水 你就要走到水池裡面游水 所以有一個游水裝 是讓你游得更快 讓你方便捉魚 這個加速藥水 就需要青蛙和色液 鹽蛇去做原材料 所以你又要知道 它們在哪裡可以找 有些昆蟲就要晚上出來 有些昆蟲就要下水天出來 所以你要知道這些屬性 之餘你要真的捉到它們 因為它不會定定站在那裡 等你來捉 你一驚動它們 它們會走開 所以我一開始介紹遊戲 我就說 Action 是很重要的 就是這個原因 甚至乎是升級防舉 需要的錢是不多的 反而是需要一些稀有的素材 才是最難搞的 可能是怪物的角 怪物的肝臟 怪物的翼等等 要升級到越高級的防舉 需要的素材就越難得到手 那麼不單是素材很稀有 而是需要的角 或者需要的肝臟 是來自一些很難收復的怪物 好像我們這些手殘黨 面對遊戲裡面最強的怪物 人馬呢 通常都是會不知所措 那你連打都打不到 那你怎樣拿去的角 怎樣拿去的肝臟 而你拿不到這些 來令你的防舉更加好 那你被打起來就很痛 所以 是真的不知道怎麼算好的 很多時候 但是錢就真的 不是那麼重要 抗野知識 是不鼓吹 有錢就是大爺這種風氣 所以補血的食物 是有錢都買不到 那麼食物的原材料 收集又不容易 因為大部分你都買不到 就算買到你 只是買到很少很少的量 而食物呢 你總共都只能帶60個 起身 所以你不可能帶著 999個補血的食物 然後去跟大魔王 摩難隻 你是做不到這件事的 你要補血 又要補耐力 又要抗電 又要靜音 那你要怎樣分配這60個空間 就沒有看各位的玩法和策略 我是這樣理解遊戲製作團隊的理念 他們是想盡可能讓更多人接受這款遊戲 所以才會把遊戲設計成這個樣子 當然最主要 就是要針對的玩家 當然就是過去薩爾達的忠實支持者 但是除了原有的忠實粉絲 其實是不能招募更多新的玩家 或者新的粉絲 其中一批潛在的玩家 當然就是運系玩家 運系的特點就是講求玩家 在戰鬥中要掌握準確的時機和技巧 而抗野知識裡面 就有運系遊戲的特點 就有運系遊戲裡面的那種 就是用盾反 就是用盾來打 反擊 或者躲避 躲避完反擊等的動作 這些運系遊戲也是有的 抗野知識也是有的 這些動作是需要反覆的練習 才可以掌握精準的時機 況且不同的敵人時機是有差別的 加上抗野知識裡面那些具有突破性的刺激 具有突破性的設計 那肯定是可以吸引一批 運系玩家成為薩爾達的身份師 那麼 一個現在最出 最有話題的 最出名的運系遊戲 當然就是Elden Ring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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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達爾達傳說 其實就是想把部分這些玩家 拉過來 我們的陣營 那結果是抗野知識 真的吸引到一批 為數不少的運系玩家 但是 抗野知識裡面的怪物 其實對他們來說 實在是不夠挑戰性 於是在DLC裡面 就做了一個大絲模式 給這些運系玩家 大絲模式裡面 敵人皮粗肉厚 加上武器會損害 玩家 真的需要更準確地打擊敵人的弱點 才能夠順利過關 否則 你打武幾下 你的武器難了 他都沒死 你就很麻煩了 然而在DLC裡面 最難的都還不是大絲模式 在DLC裡面 有一個更難的試煉 叫做劍之試煉 在劍之試煉裡面 玩家的所有武器和防具 其實都會被沒收 你只是一個 木棍之類的東西 然後你就要獨自面對45波 45波的敵人 所以在這裡 玩家只能夠一邊打敗敵人 然後拿他的武器過來 而應對下一波的敵人 就算是運系玩家 都未必可以順利闖關 所以這算是系列裡面 最難度最高的一個挑戰 我當然不會這麼傻去玩這些 因為我根本就不是運系玩家 為了要招募 就像我這種手殘玩家 不知如何掌握時間 去遇返 如何去躲避 回擊 這種手殘的玩家 好讓我們進入海拉路這個世界 很明顯的弱點 只要玩家稍微練習 打多幾次 就一定能夠掌握通關的關鍵技巧 這樣除非我們主動去挑戰 遊戲裡面那些非必要的特級敵人 否則遊戲裡面其實是沒有 我們這些手殘一族過不了的關 雖然 所以我說 每一隻難老虎都是設計成一個很明顯的弱點 就是這樣 所謂的難老虎就是 你不打敗他 你不可以將遊戲推進 所以我才叫他難老虎 而那些所謂很厲害的敵人 其實 剛才我不是說過 人馬是很難打的 人馬其實是 你不去惹他 你要特意去找到他 因為他病起一二角 你要特意去找他來挑戰他 否則他不會出現在你視線之內 所以你沒有必要打贏他 而那些一定要打贏的敵大BOSS 是有弱點的 只要你掌握之後 利用你手上的技能 基本上一定能夠過得到 所以 我們這些手殘黨 其實都可以很舒服地在裡面 遊蕩 抗野知識的戰鬥思路 其實就很明顯有兩條 第一條就是 你學習和反覆練習戰鬥的技巧 你掌握了遁反 躲避和反擊技巧之後 再加上對各種怪物的行為規律 和弱點的理解就可以輕鬆過關 比如說 你怪物會睡覺 所以你可以晚上去偷襲 趁他睡覺 甚至乎 你可以聲動激勢 你在敵人的前面射一支箭 吸引了他們的目光 然後你在後面去偷襲他們 都可以 所以這個是 戰鬥的思路 而大鐵思路 就是讓那些反應 沒有那麼快的玩家 準備 就像我這些 手殘黨 如果你無論如何都學不好 那些戰鬥技巧 其實是沒什麼問題的 那你浪費多點時間 收集多點素材 把你的防具提到最大的等級 那你就很硬 你的防守就高很多 你受到的傷害真的少很多 例如說 一個例子 一套防具在一升 即是三件都在一升 敵人可能打你五格血 當你把三件都升到四升的時候 敵人可能打你四分一格血 敵人可能打你四分一格血 所以是差很遠的 所以你比較耐耐打一點 所以如果你做不好 你練習不到那些技術 沒問題的 你把你的防具加到最高 然後製作更多的補血 因為剛才說了 補血的食物是有分級別 有些是保你一格血 有些是保你十格血 有些是整條補滿 所以你要依據食物需要的材料 而去收集不同的元素 甚至乎你都可以吃那些加攻擊的食物 這樣打敵人就更加痛了 所以要通關 其實對我們這些守殘黨來說 都不是那麼難的 所以就兩條思路給你選擇 看你是哪一種玩家 可能你會問 這樣一來 抗野知識便適合所有玩家 當然不是的 由於抗野知識 是任天堂SUSH和V 抗野知識是任天堂SUSH和V的獨佔遊戲 除非你願意為了這款遊戲 而故意去買一台SUSH 否則 就算你打算入坑 都未必能夠成功入坑 而新的旺角之旅 就是SUSH 獨佔沒有V 因為旺角之旅的遊戲太大 需要更加強一點的機 V是雜美 另外這款遊戲 亦都不適合那些很喜歡吃快餐的玩家 因為這款遊戲沒有明確的目標 亦都不會限制玩家的活動 所以那些一頭鐘入去遊戲 就想有所作為的玩家 一頭鐘入去遊戲 就想有所作為的玩家 就可能會覺得很迷惘 因為沒有人跟他說要去哪裡 要做些什麼 這款遊戲是需要玩家 慢慢品嘗 細細品味 玩家需要慢慢學習 遊戲的機制 一步一腳印去發掘這個世界 遊戲一開始 玩家的成就感 其實不會很高 但只要你堅持下去 就會感受到遊戲帶來的樂趣 所以據我所知 還有一些玩家 堅持不到那一刻 就氣喘 因為他真的 兜了開來 都沒有進度 他沒有成就 自然就覺得不好玩 這個很正常 所以亦都是有玩家 不覺得他的節奏太慢 一開始的節奏太慢 所以都是有些人覺得不適合 好了 聽我說了這麼久的抗野知識 應該都對這個遊戲 有一定的了解 也應該明白到為什麼他可以清實 接下來我們就談一談 抗野知識的續集 叫天空之旅 王國之旅 王國之旅是抗野知識的續集 所以王國之旅 和抗野知識有很多相似 然而王國之旅 和抗野知識之間 亦都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多到可以說是兩個 是獨立 他們兩個是獨立的兩個遊戲都不為過 當然任天堂 故意做到這樣的樣子 因為除了可以 可以讓那些玩去五年 Draft of the Wild 抗野知識 雖然出了五年 但是真的有些玩家 是五年來都還在玩 所以你要讓這些老玩家 有耳目一新的體驗 又要讓新玩家 不覺得需要玩抗野知識 都可以 好好享受王國之旅 所以 任天堂就將它設計成現在這樣的模樣 所以老玩家不會覺得 同一款遊戲 而新玩家又不會說 如果你們兩者之間有很大的關連 我是不是需要玩抗野知識 但我又不想這樣走回去玩一個五年前的舊遊戲 所以任天堂在這點是做得很好 這個也是讓我很佩服製作團隊的地方 通常一個遊戲的續集都只是 將上一集的遊戲延長 將地圖做大一點 保持原有的元素 加入一些新元素 而任天堂居然能夠將神作的續集做到 好像一個新遊戲 卻由人夠保留神作這個味譽 在遊戲界其實是很少見的 基本上是絕無僅有的 那些所謂的神作的續集 只要不跌落神台 其實就已經很成功了 但是王國之旅 不單止沒有跌落神台 而是單憑自己都足以清神 和抗野知識平起平在 王國之旅 和抗野知識一樣是一款Action RPG 大家都聽到很多次是Action RPG 沒錯 是Action的成份 依然很重要 由於依舊發生在 海拉路王國這片土地 所以如果 製作團隊只將上一集的地圖 拿出來重用 我猜他立即 不要說 在神台下跌落你 甚至乎跌落去18層地獄 一定是被那些舊玩家扭爆 所以遊戲製作團隊 在地圖上 一點都不敢打馬虎 為了表示誠意 先在天空上高 加了幾個天空浮島 所以 遊戲的位度 就馬上加大了兩倍 因為你有地面和天空 為了拖著玩家 現在不要這麼快通關 遊戲製作團隊 就往下畫了一個 跟地面一樣大的地底世界 地面世界有多大 地底世界有多大 而地底世界有很多 脹氣 這些脹氣會侵蝕玩家的血量 所以不像地面世界這樣 可以輕鬆自由活動 你要避開那些脹氣 才可以 開 開 可以走來走去 而要完全開拓地底世界的地圖 要花的時間 比開拓地面世界多很多 因為你要比這個又比那個 就是這樣 王國之類的世界 就比抗野知識大了三倍 因為有天空 有地面和地底 那地面世界又怎樣呢 抗野知識的玩家 對地面世界的了解 其實就像自己家裡的後花園一樣 熟悉到再熟悉不過 於是聰明的製作團隊 就用天空浮倒下跌下來 天空有浮倒下跌下來 所以天空浮倒不太滿 是稀疏剩幾隻 因為很多都跌了 他們就用這個作為藉口 就將地面的世界 就稍微改變了 當然 在舊作的部落 就是什麼村什麼村 比較大的 都依然是在那裡 但是 因為天地的崩壞 世界各地就多了一些 天空跌下來的遺跡 亦都出現了一些 旺下的萬象深淵 因為你要落地底 所以就有一些 旺下的萬象深淵 所以再加上一些新的元素 於是 玩家熟悉的地面世界 又變得不太熟悉 創意十足的製作團隊 還養一批怪物 搭著海盜船 來霸佔一個村莊 而玩家要進入一個村莊 都必須幫助村民清除海盜 所以如果你以前來過一個村落 你會發現 現在是多了一條海盜船 在遊戲中 到處可見到製作團隊的創意 上一集的 迷糊森林 是一個需要破解的謎體 而來到一集 這個同樣的迷糊森林 就已經不可以破解了 而是需要靠新的地底世界 才可以重新進入 這個 克洛格 克洛格森林 Kerrok Kerrok Forest 克洛格森林 所以對老玩家來說 即使地表世界 他們再熟悉 不過 其實還有很多新的東西 等待他們來發掘 那為什麼我說 王國之旅 可以說是一款新的遊戲呢 其中的原因是 玩家通關的思路 有很大部分的不一樣 你在抗野知識裡面 玩家有四個特別的能力 分別是炸彈 磁力手 定格的能力 以及製兵的能力 在遊戲裡面 我們經常需要利用這些能力 去克服障礙 而來到王國之旅 除了 超級手 是上一集 超級手 就是Ultrahand 是上一集的磁力手 進化版之外 其他的 能力都被換走了 用了一套全新的能力給你 上一集 玩家用來克服障礙的方法 已經不可以延容到這一集 在這一集裡面 玩家需要重新學習新的技能 來克服障礙 所以 舊玩家對遊戲的界面 是相當之熟悉 但是 遊戲的體驗卻又是新鮮的 所以 你要說它是一個新遊戲 其實都真的不為過 在王國之旅裡面 武器仍然會毀壞 然而因為魔王的復活 根據他們的設定 因為魔王的復活 地表所有武器都會被親食 要取得全新的武器 全新而沒有腐蝕的武器 同樣就需要依靠新的地底世界 老實說 我就不確定 這個是一個好的新機制 因為 除了拖像元遊戲 以及要引玩家往地下 地底世界跑 我真的看不到其他原因 為什麼要腐蝕那些武器 因為腐蝕了的武器 不單止內用度差一點 是連攻擊力是差一段 沒有腐蝕的攻擊力是好多 所以你想要好一點的武器 你就要往地底世界跑 其中一個改變玩家通關思路的 是跟武器有關的新機制 除了武器被用腐蝕之外 在旺角之類裡面 武器還可以跟其他物體融合 融合就是這次旺角之類的全新技能 上一作是沒有的 而當我在預告片看到這個新技能的時候 我就知道旺角之類的玩法 會有更多變化 也有更多的可能性 那麼這個融合的技能 就令到平平無奇的東西 變得更加有殺傷力 譬如說在這個圖裡面 林克其實拿著的武器 就是一個普通的木棍 加上一顆大石頭 那麼原本木棍的殺傷力 是很輕的 然而一旦跟大石頭融合之後 就變成了不用忽視的大殺傷力武器 那麼在遊戲的初期 玩家隨便在森林裡面 就可以撿一棵樹枝 然後再跟到處可見的石頭 做一個融合 很輕易就會得到一個 攻擊力不差的武器 來闖動海拉魯這個世界 由於這些原材料都是到處可見 所以你不需要擔心武器毀壞了之後 之後沒有武器可以用 那麼如果你不習慣埋身肉搏 你是喜歡用長槍類的武器的話 不讓敵人靠近 那麼你可以看到圖中 這個敵人的手裡面的長槍 它是長棍 就會是你的最愛 因為長槍或長棍的攻擊距離 原本就比其他武器長遠 那麼如果你把這些長槍 和另外一把 又是長槍型的東西 或是長棍型的武器 融合在一起 你的攻擊距離就會加倍了 就好像圖中你可以看到 那個棍真的很長 這樣敵人就很難碰到你了 除了可以把物體融合到武器上高 玩家也可以把物品融合到盾牌上高 將能夠爆發迷霧的無辜 融合到盾牌上高 一旦敵人攻擊你的盾牌 迷霧霧就會自動噴發 將它們搞到妥妥轉 而將火龍頭融合到盾牌上高 當你把盾牌舉起來防衛的時候 你除了可以阻擋敵人的攻擊之外 火龍頭都會噴出火焰去攻擊你的敵人 說得上是攻防兼備 如果你喜歡用盾牌的人 也可以把殺生力強大的大刺鐵球 融合到盾牌上高 每當你用盾牌去反擊敵人 盾牌除了會把敵人的攻擊彈開之外 同時盾牌上的鐵球也會攻擊敵人 如果將有屬性的物品融合到你的箭上高 射出去的箭上高 射出去的箭就立即變成大有屬性 當然也可以把爆炸花 這是新的東西 你把爆炸花融合到火箭上高 你的箭就立即變成火箭炮 好像別人的Cannon一樣 玩家還可以把蝙蝠的眼睛融合到箭上高 你的箭就會自動追蹤目標 這個功能對我們的手殘黨來說是一個很好的福利 不需要瞄準一旦用盒射出去 自己就會攻擊敵人 真的爽 冰封馬連的時候 你根本就不需要瞄準 你只需要用盒射 用盒射就對了 對我們來說真的很好用 王國之旅最厲害的新元素 然後就被這個叫做佐納烏科技莫屬 在王國之旅這個世界裡面 有27種佐納烏裝置 有火箭、大炮、發出雷射的光線頭、風扇、熱氣球等等 玩家是可以自由組合的 當我在預告片看到這個新元素的時候 我還跟身邊的朋友說 沙爾大公主可能從此就等不到林克來救自己 結果當遊戲上架之後 網絡的視頻就證實了我的想法 幾乎所有玩家都在研究利用 佐納烏裝置來組合心目中想要組合的東西 這個遊戲就被玩家當成Minecraft來玩 有些人就把它當成Truck模擬器 將做自己的一部Truck出來 而最多人期待的就是 有大神用這些佐納烏裝置來打造機器人 所以有些Meme就畫 可以做了一部Truck模擬器 就是基於這個出發點 那麼製造空炸機來掃動怪物的巢穴 成為了我們這些手殘黨最上用的手法 真不愧是日本的角髓 這些佐納烏裝置其實是從扭蛋機那裡垂機得到的 聽起來好像玩家可以從此還行海拉路 可惜這些佐納烏裝置得來不易 除了能夠抽到什麼裝置是垂機之外 因為要建造這些扭蛋機 其實需要交出特定的素材 你才可以扭到的 就好像我們扭蛋我們要製毒筋一樣 那你扭這些裝置的扭蛋 你就需要交出一些素材 首先我們先要在地底打怪 收集足夠的佐納烏烏武 其實是一種石頭 這就叫佐納烏烏武 然後當我們收集足夠的佐納烏烏武 我們就可以去換這個佐納烏能源 一個炮這樣的東西 是不是很像X-Man Iron Man那顆東西 空口那顆東西 而每一次能夠換到的 這個佐納烏能源 其實就有限 也就是說 就算你有很多很多 佐納烏武石頭 都未必可以換到 很多很多的佐納烏能源 你換完之後 就要等一段時間 才會有新的佐納烏能源 那終於呢 玩家得到了佐納烏能源 那你就可以去扭蛋機 試試運氣了 看你會扭出什麼東西 所以等你湊齊佐納烏裝置 可以製造空炸機的時候 你很可能會想 是不是值得浪費這麼珍貴的佐納烏裝置 來掃動微不足道的怪物巢穴呢 還是是不是應該留在 對付更加難搞的敵人呢 除了佐納烏裝置入手不容易之外 這些用佐納烏裝置組成的設備 無論是車也好 機械人也好 飛機也好 其實是需要靠電池來驅動 越厲害的武器 消耗電池就越快 所以玩家要驅動 好像轟炸機那麼大型的交通工具 電池的用量就一定不少了 於是玩家為了升級電池的耐用 又要到地帶打怪收集素材 去升級你的電池 等到玩家可以盡情享受 佐納烏裝置所帶來的快感 屠殺的快感 賤月大公主其實很可能已經是七路八十了 所以 雖然有新的東西 但是其實我跟我剛才提到的一樣 兩個思路 一你练好你的功夫,去打怪,你功夫练不好,那你就利用收集元素,收集这些武器,然后帮助你打怪 那当然,由于收集需要时间,所以你收集这些东西就更加需要时间了 所以是玩家自己去想,要把时间花在练习上的练习,不是那种升低的练习,而是你真的练习你手上的功夫,控制的功夫,还是你打怪收集这些武器,帮助你过关,是两条都可以走得通的路来的,是看你作为一个玩家怎么选择 那我在网上就见到有人说,《望角之旅》是一款不连机的多人游戏 那此话怎么说呢?而我亦都好意不同 此话怎么说呢?就是,刚才说了,三天变卖了一千万全球 所以你其实,无论在网上,可能你自己是圈子,你都会遇到打着《望角之旅》的朋友 那虽然他不在你同一架机一起玩《望角之旅》,但是你们开谈的东西其实真的很多 譬如说,怎样过过过的地方,怎样打敌人,怎样解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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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觉得整个全球在玩《望角之旅》的《望角之旅》 就不断发掘很多很多东西 所以他不和你一起打游戏,但是他可以给你的建议、看法、提示 就令到你好像身边多了的人和你一起玩这个游戏一样的感觉 至于为何当初我会入坑呢,原因可能和很多人不一样 作为一个一直想制作自己游戏的人,看到这么神奇的游戏 在 societ中总ится视计之后 当然就要看看 因为 === 因为我想制作游戏 就是因为我想制作游戏 就不知情绪之后 就要看什么 由于我设计的上升游戏 我很好计游戏的开发团队 是怎樣寫那些爬山的邏輯 物理作用怎樣跟周圍環境互動 雖然看不到遊戲的 source code 是不太可能 很清楚地了解遊戲的邏輯 但如果在遊戲裡面 我們能夠作出各種各樣的動作 然後看遊戲會給任何種反應 我們其實就大致上可以看出背後的邏輯 而且前面我就已經提到過 單單是抗野知識的地圖設計 就已經是一門所有遊戲開發者 都必修的課程 要懂得如何讓一個大地圖吸引玩家願意 在裡面盜竊 就必須親身 進入遊戲去體驗一下 因此我不是以一個遊戲玩家的身份進入 這個遊戲 而是以一個學徒的身份 去進入遊戲親身體驗一個神作遊戲 是 給玩家怎樣的感受 而透過這個感受 自己去學 感受一下 怎樣才可以製作出 不要說同樣的神級遊戲 但是 製作出一個吸引人的遊戲 其實 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跳進去試一試 就等同於學游泳最好的方法就是 跳進游泳池 學游 同樣的原因 所以我不是以一個玩家的身份 而是以一個學徒的身份去玩這個遊戲 那最後你可能會問 300元值得嘛 王國之旅 賣70元美金 那現在4點多美金 所以 7-28就280多元 叮叮叮叮叮 齊頭300元 你可能會問 300元值得嘛 那其實 其實好看 你本身是一個怎樣的玩家 如果你只是想衝進去享受殺敵 一流頭殺到尾 一把武器殺到尾 其實 這300元你可能覺得 很不值得的 因為 他 如果說Speed Run 我不知道你們知道什麼是Speed Run Speed Run 即是以最短的時間去完成一個遊戲 這個是很多外國玩家在玩的東西 那麼 這個王國之旅的Speed Run 是不到一個小時 即是說你在四十幾分鐘裡面 是可以完成 那麼當然 大部分時間 你是因為在新手村裡面 你不讓你走 所以你要完成了 過後你就可以直衝 直到王龍去挑戰 最終大魔王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 如果你是那種 哇我衝進去就打打殺殺 我的技術很厲害 你可能真的 不需要兩天就破到關 那麼 300元對你來說 肯定 不會值得 因為 很多遊戲 這種打打殺殺的遊戲 不用那麼貴 然後 比你浪費的時間 就更加長 所以如果你是用這種心態去玩這個遊戲的話 我覺得 你會不覺得 你會很可能 不覺得值 但是如果你是那種 很喜歡RPG RPG探索元素 即是 舊版 不是舊版 RPG通常就會有些NPC 給你一些 提示 在某個地方有個寶箱 某個地方有個神人 可以幫你 弄武器 之類的東西 然後你自己去探索 根據他的 貼士去探索 或者你很喜歡 去那些地圖 逛來逛去 逐一逛 把地圖 逐片逐片 逐片地翻開來 去探索的人 那 我可以跟你說 這300元一定值的 因為 如果你是用這種方式 你完完全全 我說 我不愛看公約 我不愛上網 去看公約 我完全靠自己去 發掘遊戲的機制 發掘裡面的 秘密 你真的可能要用三個月的時間 甚至乎半年 一年 所謂一年半載的時間 去完完全全 發掘所有的東西 裡面 真是有很多元素 你 你 在爐邊 你會見到一個人 扶植一個廣告牌 那你會怎樣 而 這種人 在整個地圖裏面 有幾十個 你 要找他們出來 然後 幫他們 附席這個廣告牌 你才可以得到一些東西 類似這種 收集元素 真的很多很多 那麼 他給你的 獎勵又不是 很厲害的 有時候 可能只是一塊布 對你打枉 根本就沒有影響 但是 如果你真的要 把所有 每一個元素 每一樣東西 都要 好好品嘗 我真的覺得你需要 一年半載 才可以完全全 玩完 那 300元 馬幣 讓你玩一年 我覺得是抵得難的 有什麼 可以讓你 不斷刺激你 讓你玩一年 那麼久 沒有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我就 如果你是這樣的玩家 300元 就絕對超值 那麼 回來 我自己 又怎麼覺得呢 這300元 我覺得 值得的 原因是 我給這300元 是給 遊戲製作團隊的 創意 如果你問我 因為 你想一下 在上一集 抗野知識的時候 主角已經是 最厲害了 拿著最厲害的武器 那些血 Stamina 已經是最悶的了 你有什麼藉口 給他 再跟零開始呢 是不是 不是牽強的 是合理地 你不可以說 他 失憶 或者是什麼 所以你又要需要 有一個劇情的 鋪排 讓他 合理地 由零開始 其一 其二 那個世界 又怎麼破壞呢 是不是 你要合理地 它 合理化 這個世界 是怎麼被破壞的 否則 你都可以一句 混石打下來 什麼都沒有了 但是 你就看不到藏意 你口牽強的 或者 所以 再加上 裡面那些 新的元素 譬如融合 是不是 蘇的 那個 佐納烏 裝置 可以 做很多東西 這些 是真是我想都沒想過的東西 所以 你問我 我的300元是給什麼呢 當然 對方的時間 對方的心機來製作 所有裡面的3D模組 設計地圖 是 是真是 需要 是值得付錢 但是 我自己會 把這300元放在我的創意 給他們的創意 對我來說 他們的創意 超過這300元 所以 我搞了半個月 我基本上就 總括了這些 想法 譬如說 兩個思路 想 招募更多玩家 都是 我自己 從他們的 遊戲機制 從設計的思路上 所得到的結論 是不是真的 可能 只是我自己一個人 想出來的想法 是不是 我不知道 但是 我看到是這樣的情形 所以 如果你有輸 你 又不知道 未來要玩什麼遊戲 我覺得這個遊戲 真的值得大家去玩 就不是 因為 雖然 行動是很重 但打打殺殺的 成分 不是佔很大的比例 而是 如何解決你的問題 才是一個 最主要的問題 所以 你問我的話 基本上 男女老少都 非常適合 只要你是喜歡 冒險探索的 方式去玩這個遊戲 你就 很適合 你了 而我當然 是多少帶著 粉絲的態度 去玩這個遊戲 所以 只要我負擔得起 你不是三百萬 你不是三萬元 我負擔得起 我都會覺得值得的 對嗎 所以 只要我負擔得你 作為一個粉絲 我都會覺得是值得的 那麼 這堂摩托筆有什麼特別呢 那麼 我可以跟你說的是 在 抗野知識 Breath of the Wild 有兩個DLC DLC大家都知道 是 Download Double Content 即可下載內容 是通常是 Game 出現了之後 再加上去的東西 那麼它有兩個DLC 剛才我講過了 抗野知識有兩個DLC 一個是增加難度 而大二個DLC 就是 其中一個就是 給這堂摩托 由於它這麼帥 我真是 付錢買DLC 就真是為了 這堂 這麼帥的摩托 我可以騎上去 衝來衝去 就為了這件事 所以你問我 給錢買一部 自己不可以親自騎的 我都覺得值得的 所以我承認 300元值不值 對我來說多了一點 都是有一個 忠實粉絲的 心情在裏面 就不得作盡 那麼 你可以看到我 廢話了一個半小時 那我真是很希望 可以幫助你了解到 其實 這個是一個怎樣的Game 那麼我都很希望 大家留言 交流一下 你聽完了 你是不是真的得到 頭緒 而是依然是 沒有 夢茶茶 或者完全 講開半個半小時 你都不知道 我在說什麼 那麼 對啦 那麼這個稿 我又寫開 成 一日幾 通宵 達旦地寫 那麼 寫到今早早 我在拜六 晚上開始寫 寫到今早早 即今天星期 星期凌晨四五點 終於很累 就 去了睡覺 那麼基本上 寫到四點多的時候 我覺得我靈感已經寫到 完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雖然在介紹旺角之旅 但是我介紹 抗野知識是長篇幅的旺角之旅 最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他們的機制很多都是 一樣的 所以 就好像我說 解釋 抗野知識 基本上就介紹了旺角之旅 那麼過後我現在稍微補充 兩者的不同 的差別 那麼 講到那裡其實基本上我都已經是有少少 沒有了 靈感要怎麼再寫下去 所以 交代了一些分別 那麼我就 就這樣結束了這個 撒爾達傳說 旺角之旅的介紹 那麼 就是這樣 那半小時 那麼 是的 都是有史以理 一個人發一封最長的 的視頻 那麼 這整個節目 是從一個粉絲 去出發 就要推銷我身邊的朋友 駱康 所以 我希望真是幫助大家去了解這個遊戲 這些好遊戲 其實不是要幫 任天堂去賣他的機 或者賣他的遊戲 而是 這個真是一個 好遊戲 是可以 作一個可以消磨兼你 在玩的遊戲 而不是遊戲在玩你的遊戲 所以我先極力氣戰給大家 這次節目就到此為止 下期節目我們再見 不知道想說什麼 其實我 其中我想說的是 朋友 當朋友 問起 這位朋友 亦都是因為 我想做這期節目的原因 他就問我 是不是需要掛機的 這些諸如此類的東西 我一聽到這個掛機的名詞 我真的 好 好火滾 那不是朋友的問題 而是 掛機這個詞 其實是 顯現出這個 這個遊戲世界的 墮落 和崩壞 否則 一款遊戲 是不應該掛機的 無論如何都好 Anyway 那個 有機會我們再談吧 那 真是 不想再說廢話 今期的節目 就到此為止 那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拜拜 拜拜